嗨,大家好,我是娜娜匠 今天给大家讲一个哥哥带着年幼的妹妹 艰难地生活在防空洞的故事 萤火虫之木 防空警报响起 哥哥亲他把家里的食物和重要的东西 全部埋在地下 天真烂漫的妹妹截子 并没有察觉危险的来临 亲他背着截子掏往防空洞 来世凶凶的炮火 不停地冲向小镇 小镇烟雾四起 已经没有了往日的美丽 账户暂时停了下来 亲他带着截子赶往学校 因为那里有医护中心 这时有个阿姨跑来的亲他说 他的妈妈被炮火击中了 没过多久妈妈就去世了 亲他带着截子来到一个亲戚家寄宿 亲他就把之前买好的食物都挖了出来 粮食很快就被吃完了 阿姨见亲他每天带着截子玩耍 就问亲他为什么不去学校 亲他说学校被炸了 去了也没用 亲他和截子在阿姨家过着 竟然离下的生活 每次吃饭的时候 亲他和妹妹只能喝汤 即使这样 亲他还是带着截子到处玩 也许只有这样 才能让妹妹不会因为战争感到恐惧 因为家里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换粮食了 阿姨决定 拿着亲他妈妈的衣服换粮食 亲他也同意了 截子拼命拉着阿姨的手 说这是妈妈的东西 哥哥抱住了截子 阿姨拿走了衣服 因为这件事截子没有李哥哥了 但是晚上吃饭的时候 却吃得很开心 白白的米饭很快就吃完了 阿姨自己家人吃着白米饭 亲他和截子只能喝着咸粥 因为阿姨嫌弃亲太整日 有手好闲 所以说他就喝白酥的粉 亲太说这是用他妈妈的衣服换来的 阿姨却说 有本事你们两个就跟我们分开吃 你们两个是棍儿 为什么不去找其他的亲戚 还说截子半夜哭声太长 截子说不想住阿姨家了 亲太一直给爸爸写信 却一直没有消息 哥哥用母亲生前才能继续来维持生活 于是哥哥就带着截子住在防空洞里 截子高兴地指着 这里是厨房 这里是大门 那厕所在哪呢 就这样他们在防空洞里过起了简单的生活 亲太看见截子在挖坑埋葬一伙虫的尸体 他问哥哥 妈妈是不是也这样被埋葬的 这一刻亲太终于忍不住地哭了起来 很快粮食被吃完了 截子因为长期的营养不良 浑身起红疹 亲太就在田里偷取别人的瓜果 被农夫抓住暴打了一顿 趁着战乱人们逃到防空洞时 他跑去别人家里偷东西 亲太想用最后的一点钱 给妹妹买点营养的东西 他在银行取钱时 听到日本战败 无讨厌地投降了 亲太一直艰苦的生活 就为了盼望战场上的爸爸 能够改旋规来 却没想到爸爸早就死在了战场上 亲太带回了丰富的食物 但是已经迟了 截子在哥哥回来之前吃了泥土 截子也死了 亲太最后在人类人往的车站 饿死了 战争是摧毁人类文明的绊脚石 也是孩子追逐梦境路上的绊脚石 战争时期的人们苦不堪言 希望我们带着一颗和平的心沿路而行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电影的全部内容 不管你来或不来 娜娜都会在二全的世界里 每天为你守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